枪枪三人熊 今天好高兴 星爷 不是第一次上我们节目了 但是从上一次到今天 我觉得好像一百年没见到你了 没有一百年 头发都白了 五十年左右的 头发都白了 刚才人家星爷还是很顾忌 亮仔形象的 要整一整头发 我说只要有我们两个坐在旁边 我们两个好见底 您放心星爷 所以我也很放心的上来了 不是 亮仔找他他才不来 刚刚也是讨论白头发的问题 为什么你就一根都没有 有几根了 找得很辛苦 他是一根都没有 真的找了这么多年 我以为你的白头发是拍功夫的时候染的 它这是天然的 这个不好弄 这个天然的很漂亮 你觉得漂亮吗 我觉得好 因为如果是染白 他会白得很过分 真是奇人必有异象 真的是 少白头 你也不是算少 我不是要了 我不是要了 但是 是应该的了 你说你要是上妇女节目 就问一问你 怎么助言有数 我怎么觉得他还这么嫩呢 什么嫩呢 脸呢 很嫩呢 没怎么变 很嫩呢 你们也没怎么变 你看 梁先生他有变吗 我跟你也是 他就没年轻 十年八年之前 十年八年见过 现在你还找不到一根白头发 你是有什么问题 我还是有点问题 一根大问题 主要是心理问题造成 那你为什么这么多白头发呢 其实我在小孩子的时候已经有了 我还记得我在小学 好像几年班的时候 就发现 我这个朋友 我的同学告诉我 你有白头发 然后我说在哪里 他就帮我拔了一根 然后他就说 还有一根 然后就不断拔 我就知道 可以了可以了 是不是小时候就想睡想的特别多 不是 然后我就问我的家里的人 他们说 是回船 这个没问题的 有些人回船 回船回来了 也对 船回来了 就是你祖上都是这样白发大侠 他们说是 所以我说 他这个不是一般人 所以想的事情 我就真觉得 咱们今天来要说 这个吸油 降魔 大年初一 就要见到了 真是很期待 很期待 但是 我讲老实话 我总觉得 他 周星驰自己不演的这个电影 效果会不会打折扣 效果不会打折扣 我肯定要这样 好 广播词说一说 为什么没有打折扣 因为 其实更好看 黄渤比你演得还好 是吗 他当然比我演得好 其实他是不是真的比我演得好 这个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 你做导演 我作为导演的角度 我要的东西 他已经给我更多了 我要的效果 他全都有 比我想象的更好 还有其实演出了 其实我是心里话 其实我去演出一个角色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重要的是 我去传心传意去拍一个电影 去导演一个电影 去编一个电影 其实整个电影其实就是我 所有的角色其实都是我 没错 对白其实都是我 你一个人就能全演了 对 所以你真的去 你去真的去演一 演一个故事出来 这个室友 就是我要说的整个东西 所以你知道 我觉得我这些天在传媒上 看到好多剧照 他这个导演 真的是导演 他给一个群众演员 都我给你演一遍 给每一个角色 他都先演一遍 然后照着我的去演 所以我就更不明白 你看 我给你讲一件事 刚才有意思 就是说周星驰 星野 他的幽默 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很多大陆人 可能他还少一刻 他是从香港 这个土地上出来的 所以你看 香港导演 一个思维方式 我刚才跟我们 节目的导演 我就说 你看这很典型的 香港人的一个思维方式 我说 周星驰 他为什么自己不演 你看大陆人一般 不会这么回答 但香港导演 很自然就会再讲 他捞够了 他不用赚够了 他不用赚这个钱了 这个当然是假的 你看有没有理由 这个是没理由的 当然赚是肯定赚够了 赚是没有赚够 就是赚够了 也再赚多一点 也是文成没问题的 是吗 也是一定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去在这个品场里面 我是个导演 我不演 不见得我能在家里休息去玩 我还是要在那里 工作是一样的 对啊 工作都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 我是没有理由 不演的 不演的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 其实 不演是更好 我个人认为 不演是更好 怎么讲 这是我从来是在一个 这个电影的角度去想 先不想这个市场的角度 就是这个电影 每一个角色 都会心目中有一个形象 譬如说 唐正 他也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怎么样的人 哪一个演员会更 最适合去演这个角色 这样子 那我认为是 现在我们现在的演员是最好 文将是最好 还有一个 女的段小姐 书琪 这不可能是我 太勉强 要不然呢 要不然就是这个苏文空 苏文空 苏文空我们这一次有一个 跟之前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测定 那整个测定呢 我认为 王博士最好 我都是对视的 假如我有自私一点 我就自己来了 你不要让我来 这个片仇我了 是吗 自己轮转了 对啊 我转了 为什么要给你转呢 是吗 但是我认 我确实认为 他们做这些是最好的人 就是这部戏里的 孙悟空的造型啊 他觉得黄博更合适 因为黄博呢 比他丑 对对 这次孙悟空好像比较丑 可是我好奇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 现在出来那些剧照 那些宣传 那些文字材料 就像刚刚文涛讲的嘛 所以你常常要对所有人 都示范一次 要的那个效果 当然导演也常常这么做 就很多导演都会告诉演员 你该怎么演 是绝对要做 但是我在想啊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因为你过去 你演出的戏里面 你的演出的路数 你的方式 跟很多演员都不一样 尤其是跟比如说 这些大陆的 比较正统训练出来的演员 你的节奏感 你的这个状态非常不同 那是不是因此会变成 就连群众演员 你都有需要示范一次 你的那个方法给他们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本身是个太有性格的 就太有自己风格的一个演员了 那么你在来导戏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把你这种风格 如果像你刚才讲的 每个人都是你的话 你怎么把你这个风格 一一的传授给这一大群 完全不同的演员呢 不 其实每个人都是我呢 是一个方向 是一个大方向 就是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去走 但是在市值上面 我还是要他们自己的东西 其实就是那种 你是在他身上发现他自己 对 其实好像 比如说 你说现在 西游里面的演员 很多都是内地的 非常好的 也有台湾的 其实都是很专业的演员 他们都有自己的东西 我到处去示范 其实就是 第一 是搞搞气氛 让他们 让大家 开心一点 原来是因为这个 对 在品尝 你一定要大家要开心 开开心心 导演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的工作 是让大家 是让气氛 对啊 只有气氛都是 啊 很开心的 都是大家 然后大家都 都跟着你 瞧着这个目标去做 嗯 并不是要 哎 你们都 都 都要学我 怎么样 怎么样 但是我们是同 在一个 在一个方向去做的 但是同时间 我也在 要到 他们在不同的人身上 发现他们 不同的 这种 呃 特点 然后 又他们又去 去 做出来 他主要是在现场啊 起到了主持人的作用 跟我们这行当 差不多了 啊 那么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努力 是吧 咱们就说 现在可以看一点 到大年初一才能看到 现在可以先赌为快 啊 就刚才说的这些造型 有一个宣传片 我们可以现在观赏一下 儿歌三百首 打死他 我打 打死他 要爆牙 你小心点好不好啊 好啊 小姐要不要帮忙 要 怎么帮 滚开 好 这下真的疼疼疼疼疼疼 我来 荒山野岭 能找到四个算好运啊 那你会跳舞吗 你干吗 住手 不要打了 快点 用嘴巴把他吸出来 我行的 我行的 我来了 所以刚才讲到 星爷最近除了电影之外 也有这个很重要的话题 死机不认路 开正邪 你可以申诉一下 我们这里专门帮你申诉 死机不认路 对 真的是死机不认路 他 他不是不认路 他走错了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怎么特别像你的电影里面的交代 你看我的四季也跟我的style是一样的 没错 有错 路这个也可以 无厘头嘛 对 真是 哪里是什么办法 但是我还真不知道 参加正邪 那天我们还在说 您很喜欢吗 其实这个很复杂 这个心情 我是喜欢的 有这个机会 我是非常的开心 荣幸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点担心 会觉得有压力吗 对啊 就是因为我都没试过 这个东西都不知道 比如说好像第一次就 这个世纪就走错路了 你看这种事情 你看是很担心 我就觉得 你明白吗 这是很容易出事 对 而且你要知道像是 在中国艺人 做演艺工作 做电影 做音乐 做电视 然后后来被委任去做政协 就会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 就你可能政协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政协委员 他们要来谈一些什么事 但是最后媒体报的 就来追的时候 焦点就是你们几个人 对 所以你应该会压力变得更大 因为人家就会盯着你 你在政协上面你说了什么 你干了什么 你什么状态 对 所以非得要小心 就是也要把它就是做好 这样 那比如说一开始 为什么不参加他这个小组讨论 这个时间安排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最后的安排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 我有一个了解 明星是靠通告过日子 是吗 政协给通告 连参加政协也是要发通告 是吗 而且好像是我听他的发言人 有一些解释 对外 就是他这个还是跟这个西域降魔 这个电影有关系 他的宣传期都订好了 订好了 然后好像说是17号你们才知道 你要去参加政协 要开会 所以说那个时候 他们知道的时候 他们都懵了 说这个通告和那个通告 对吧 撞齐了 马上就要处理 就是协调很多很多事情 这样子 对 那你自己这几天 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情 你自己觉得难堪吗 我觉得就是尽力而为 以后还有可能 司机还有可能认错路 不 以后非得要先保证 司机不要再走错路 这一点 你看我原来就很傻的 你知道吗 曾经有一个政协 好像是广东一个县里的政协 说我要不要参加 你知道吗 我还说我不去 现在想起来 我就没有这么一种责任感 我觉得你是认为 你真的想给他们提一些什么建议吗 或者一些提案吗 当然我是觉得 假如我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的话 我绝对愿意去把它拿出来 让大家分享 那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有帮助我为尽力而为了 但是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假如有机会 我觉得我还是会尽力而为的 但是对 所以我就觉得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星爷 去一个正经的地方 到一正经场合 平常也很正经 你别这样 我会觉得 大家从来都很正经 你这样说的是真实人 那平常都正经的 你真到那个会上 我就在想 你就不怕他一说话 大家就笑吗 就以为你在开玩笑 你很正经 但是人家能认为你是正经吗 我尽力吧 我尽力还是尽力 但是这个事也很麻烦 因为在香港很多人会说 你看星爷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 现在跑去当政协了 就觉得这是一个 好像一个做艺术的 做电影 忽然变成一个政治人物 那你会怎么回应他们这种批评 或者这种疑问 但是应该不是 因为在我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只是把我的一些 在电影文化的一些经验 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再看 我是不是可以 在某一方面可以 可以帮上忙 这个 其实就是这样子 这个电影产业 对对对 我认为我的责任 就是在这一方面 跟政治其实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所以你比如说 你好像他挺不正经 实际上 他有一些说法 我觉得还是挺正经的 还有点那个什么 就是中国的这种 好像争气的这种想法 你比如说 我记得他就讲 说凭什么做特技 你看这个西域降魔里面 有很多特技 他就很不服气 说凭什么做特技 中国就做不过好莱坞呢 是吗 为什么美国就能够做得比我们好 这你不服气也不行 你觉得我们真有戏吗 为什么 为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创意 会不如人家 哪里告诉我 这是个整个工业的问题 这里面可能有一百个分工 对 可能我们哪一个分工 都比别人差一些 对 或者差了一点点 对对对对 就差了一点点 所以出来就是一个 就差了 就是一个差距 但是我们还得要要发展 对 因为我们到最后呢 我认为就是 其实都是一个创意的问题 是吧 从创意开始 然后再到了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是吗 那技术上的问题 我觉得是完全是没问题的 假如我们有好的创意 我们这个技术是可以 可以配合的 问题就是这个创意这一块 是最难的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是人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能想到东西 我们就不能想到呢 我这不 我不能接受这一点 所以他不用参加小组讨论了 他的提案就在这发表了 刚才讲的很好 明天是个拿的东西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 所以我觉得还其实 西纪刚讲这个 我觉得想一个例子 平常大家一讲电影特技 马上想到好莱坞 那一想到好莱坞 就觉得是个很庞大的工业 有很多钱 历史比我们久 没法比 那我们怎么看新西兰呢 因为New Zealand 就你想想看 我们说魔界三部曲 其实最近几年 好莱坞很多的特技片 里面需要用到特技 都在那边去做 去完成 他就十几年啊 这是一个最好的中国可以拿来对照的例子 新西兰人那么少 没有什么周边别的资源 他根本没有什么大的电影产品 他简直是几乎是无中生有的 十几年前就那么一堆人在那搞 一个工作室 慢慢慢慢做成现在世界上这么有名的一个 电影的特技的特效的制作的基地 所以我觉得不是学不到的 就但是问题这里面有很多环节 就创意是一个环节 还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执行 你说是创意啊 我作为这个什么大陆人呢 我反倒觉得是干事认真不认真 有的时候啊 还不要说你有创意 你比如说有些导演 包括香港导演就跟我讲 最后对北京很失望嘛 最后跑到做后期跑去泰国去做 就算北京真跟大爷似的 这一个人都不够专业 自己的机器自己不会用的可以 你没觉得内地有这种问题吗 当然会有很多问题 但是万事起头难了 就是但是你还得要要认真的去开始 去发展 我还是有信心的 因为你不要说新西兰了 譬如说韩国 你知道现在这个特效公司 很多韩国特效公司也做得非常不少 你再看看韩国它是怎么样的 就是没多久之前 韩国这个电影的工业 还没有真的起来 我们是看着它出来的 对啊 就是香港已经 哇那个时候已经 很好的时候呢 韩国的电影还没看到过 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间 哇你看韩国的发展多快啊 它是整体的发展呢 就是它的创意发展 还有它技术也发展 你看现在的特效公司 我们都用韩国的一起合作 啊 它们已经是跟就是也是世界上的的的的一流的水准了 我觉得它们很重要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重视特技呢 特技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就是其实特技就是在技术方面的 其实不单是特技特效公司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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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